花林县玉璃镇观音国小全校16位学生 17号就有两位毕业生毕业了 学校还是隆重的为孩子来办理毕业典礼 虽然迷你 但是教室是坐满了师生 相当温馨又感人 花林县玉璃镇观音国小全校有16位的学生 17号有两位的毕业生毕业了 学校还是隆重的为孩子们来办理毕业典礼 虽然迷你 但是教室里面坐满了师生 相当温馨又感人 两位同学南瓜了县长 议长 乡长 乡名代表等大大小小七个奖项 真可说是满载而归 校长说学校的人数虽然少 但是教育不满乎 采取跨校或者是跨班共同来上课 让孩子们的教育不间断 然后我们有一些课程是用跨年级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那除了跨年级以外 我们还有跟八校一起共去跨校来学习 因为我们其实南区有非常多的小校 那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让学生就是跨出教室与他人一起学习 而且还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两位的毕业生跟学校的老师培养出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 并且勉励毕业后的两位同学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 如果真的遇到困难 记得要回来学校 观音国小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支柱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